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王的严实良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学习新编语教程第十一课的课文 我们来看一下课题 课题叫做自己appearの必要性 那么这个课题当中的话 有一个单词是我们在先前的讲解当中曾经讲过的appeal这个词 那么appeal这个词呢 我们讲过它表示一个是呼びかける的意思 就是呼吁大家一起做某事 还有一个用法的时候呢 当时我就说 各位同学记住了自己appear的这个固定的搭配 就相当于宣传自己 要把自己给宣传推销出去 去把自己的魅力告诉别人 吸引别人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必要性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段 人間が社会に出てしっかりと生きていくには自信が必要的 在这里的话呢 前一位同学先把这个にわ给画一下 画下之后呢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にわ在这里表示什么用法 很有同学可能会想到了 实际上这个にわ呢 是我们在先前的文章当中曾经学过的一个表示 评价的基准的一个用法 那么尤其是动词的原型在下にわ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讲过 它的后向往往跟上类似于 ないなにする必要だ 或者 ないなにする必要がある 或者 ないなにす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这样的表达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家发现这个就是 にわ ないなに必要だ 这个用法 对于什么什么来说呢 什么事情是必要的 所以首先 对于什么来说呢 前面 前面都是 にわ タスロー想表达的一个事实 所以 にんげんがさかいにてて 人 出到社会上去 然后呢 しっかりと生きていく 你要 しっかり表示 扎扎实实 踏踏实 脚踏实的 一步一步的嘛 对吧 你要一步一步踏实的生活下去的话 在这里呢 大家还观察到有一个 ていく 这个补助动词 那么这个补助动词呢 是我们在初级曾经学过的 在这里 ていく它表示的是 这个动作是从现在一直做到将来 与之相对的应该是 てきた这个形式 对吧 てきた是表示这个动作 从过去一直做到现在 那么现在 いきていく 表示一直要活下去 对于人 进入到社会 并且要找踏实的一步一步活下去 这件事情来说呢 自信が必要的 自信是很必要的 下面 自分は立派な人だ この領域については 他の人には負けない 先日 かなりの成績を上げたというような 意識があるからこそ 堂々と生きていける 那么 这里呢 首先有一个句型是 からこそ 也是我们在知情的 科目当中曾经学习过的 那么当时我们讲过 からこそ呢 我们就把它分开来考虑 对吧 から 就是我们初级学习的表示 原因 理由的から 而こそ呢 也是我们之前学习的 强调 不是别的 而正是前向着こそ 所以把からこそ连在一起之后呢 这个句型就翻译成 汉语翻译成正因为 所以正因为 ないないというような意識があるからこそ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所以呢 堂々と生きていける 大家再来观察一下 生きていける这个形式 实际上大家会发现 生きていける就是刚才的 生きていく这个形式的可能态 那么刚才我们解释过了 所谓的生きていく 那是不断的生存下去 那么生きていける就是 能够不断的生存下去 这个意思啊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意识 所以呢 才能够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的不断的生存下去 那么怎样的意识呢 他就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 自分は立派な人だ 自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非常优秀的人 第二个 この領域については ほかの人にはまけない 那么这里呢 首先について 是我们在以前的文章当中 曾经学习过的表示 关于这个句型 然后呢 まける这个动词 是我们在本课当中 曾经学习过的 它表示输 那么也讲过 它是一个自动词 所以输给谁的话 都是用格助词に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个は用来强调否定 所以この領域については ほかの人にはまけない 表示关于这个领域啊 是不输给任何其他人的 然后呢 下面 先日かなりの成績をあげた 这里あげる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提高 所以成績をあげる 可以表示提高了成绩 成绩相当提高了 对吧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取得嘛 成績をあげる 表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也可以 というよな 这个よな 是我们在初级学习的 比框注用词 よだ的用法 那么比框注用词 よだ 我们反复强调 有三个用法 一个是比喻的 一个是举例的 还有是委婉的 断定的 在这里呢 它实际上是第二种 举例的用法 它把前面三个啊 它刚才引号当作例子 当作例子举出来啊 正因为有了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意识呢 人才能光明正大的 活下去 自信がないと 何かをすることに迷い 最後まで仕事 やり抜くことができず 素直になれなかったり 小さくなったりして 生きていくしかない 这里有几个地方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是ゴトニ ゴトニ呢 是我们在之前 学习的一个语法 它表示美 对吧 我们也想过 ゴトニ它本身 汉字就先美 所以不管是 每隔多少时间 多少距离 使用ゴトニ 还是每当做前向 就必定做后向 可以用ゴトニ这个句型 那么这里的话 ゴトニ就把它理解为 每当做前向 就必定做后向 然后呢 やり抜く 这个词我们在词汇当中 也学习过 当时我们也提到过 它实际上也牵涉到 我们一个二次句型 就是动词的 マスにゃぬく 表示经历了千辛万苦 克服了种种困难 总算做到的意思 对吧 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 动词的原型 加上しかなi 这个形式 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句型 动词的原型 加上しかなi 它表示 事到如今 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能这么做了 那么这句话呢 看上去有点复杂 那么我们 一个个来看 又为什么一个个来看呢 因为它这里有几个中盾 对吧 我们先以这个中盾 为一个界限 然后呢 再以这个中盾 为一个界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前面它说 当然大前提呢 是一个假定条件 叫做 自信がないと 这一整句话 大前提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呢 首先 何かをすることに迷う 迷う 和字写 迷的话是什么 是犹豫不决的意思 对吧 所以 你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呢 每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呢 你都会觉得 非常犹豫不决 这是一种情况 然后呢 最後まで 仕事をやり抜くことができず 大家就知道 是否定的 难以的一个中盾形式 所以 事实上 你要划算等号的话 就相当于 なくて 对不对 できず 就是できなくて 的用法 所以第二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 那是 没有办法把工作 做到最后的 第三种 什么情况呢 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呢 你只能 素直になれなかったり 小さくなったりして 生きていくすかない 生きていくすかない 就是 只能活下去嘛 那么 只能怎么活下去呢 前面这个して 大家知道 して 就是动词的 贴形中盾 那么 动词的贴形中盾 有好多个 含义用法在其中 在这里的话 这个中盾对应到的是 方式方法的含义 换句话说 以这样的一种方法 活下去 当然 scanai表示 没别的办法了 只能以这样的办法 活下去 这个意思 那么 只能以怎样的办法 活下去呢 大家再来观察一下 して 前面他用的是 たり たり 来不完全列举 所以 只能怎么样活下去啊 一个是 素直になれなかったり 素直是非常的坦诚 非常真诚 非常的直率的意思 那 素直になれない的话 大家知道是 素直になる 可 这个变化 变得非常的坦诚 的可能态的否定 对吧 所以首先你 没办法变得很坦诚 其次呢 小さくなったり 就直译变得非常渺小 你只能以 不坦诚 且渺小的这个状态 生存下去 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段 人は 誰もが人に認めてもらいたい と思っている 这里大家先思考一下 为什么在句话 要用到 と思っている 这个形式 不用と思う 这个形式呢 这实际上 我们初期讲过的 内容是一致的 我们 と思う 这个形式的话呢 只能基本上 用在第一人称 我自己身上 对吧 我认为的话 但是如果是第三人称 比如说像这句话 它的句子主语啊 就是 人は 人は就是 犯指所有人嘛 所有人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种 第三人称的用法 那么自然就不能 以と思う的形式出现 一定要有 と思っている的形式出现 所以人呢 誰もが人に 認めてもらいたい と思っている 認める 是承认认可的意思 認めてもらう 表示 让别人认可自己 对吧 那么認めてもらいたい呢 就是想 让别人承认 承认认可自己 所以 人 不管是谁 都是 想让别人来承认 或者认可自己的 下面 認めてもらえてこそ motivationが上がり 明日への活力につながる 这里 所以大家发现 認めてもらう 还是表示 让别人来认可自己 不过它这里呢 先把認めてもらう 变成了可能態 認めてもらえる 也就是 能让别人来认可自己 能让别人来认可自己 还套用了一个 てこそ 这个形式 那么てこそ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当中 也讲过 动词的贴形 たてこそ 它表示 只有做了前向动作之后 才能怎么怎么样 才能怎么怎么样 对吧 所以呢 認めてもらえてこそ 只有能够让别人认可自己了 才能怎么样呢 两种情况 一个是 motivationが上がる 我这个动机动力 才会提升 我让别人 这样的一个含义 ところが なかなか たさは認めてくれないものだ 首先 ところが 这个接续词 之前我们也接触过 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上 约等号 它就相当于了 转折的 しかし的用法 但是的意思 当然了 一定要说 ところが 和しかし的区别的话呢 可以说 ところが 它的这种 惊讶的程度 会更加大一点 那实际上的 我们在理解上 只要把它理解成 しかし就可以了 但是 なかなかたさは認めてくれないものだ 还有一个ものだ 这个句型 我们在上一次 讲解文法的课文当中 曾经讲过 那么 ものだ 有五个用法 大家来思考一下 在这里 这里的这个ものだ 它是对应到 其中哪一个用法呢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 这些ものだ 对应到 就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用法 也就是 客观事实 普遍真理 对吧 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本来是什么 本来就是什么情况呢 なかなかたさは認めてくれない 别人啊 不太会来认可自己的 这个なかなか 这个父子啊 如果与否定搭配 在一起使用的话 它表示中子 怎样的语气 各位同学 还记得吗 它表达的是 我所期盼一种事情 却迟迟的不到发生 对吧 我很希望别人来认可我吧 但是别人呢 却 認めてくれない なかなか認めてくれない 却 一直不肯认可我 就这个意思 人生のような 人と人が密着している社会においては 暗黙のうちに 故意の物語のものを 認めて 引き上げてくれたものだ 这里也有几个 我们之前学习过的文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你おいては这个形式 你おいて这个句型 我们之前讲过 它就相当于初期学习的 表示时间点的你 或者动作范围的 动作场所 或者动作范围的 で的用法 所以这里的 社会においては 如果翻译成我们以前 初级学过的 格助词用法的话 其实上就是 社会では的用法 对吧 范围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在怎样的社会当中呢 以前のような 像以前那样的 人と人が 密着している社会においては 再啊 像以前那样的 人和人是 非常的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社会当中呢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啊 暗黙のうちに 在默默无闻当中呢 上のものが下のものを 認めて 上面的人 他就会认可 下面的人 就是领导 就会认可 属下 然后呢 引き上げてくれた 引き上げる 上期我们讲过 表示提拔的意思 就把它提拔上来了 这里呢 巨默又出现了一个 monoda这个用法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monoda又是什么含义呢 可能相对来说 这个monoda的这个用法 在理解上会比较简单一点啊 因为它前面这个形式 都写出来了 是用动物的他形 跟上monoda 这个情况的话 是对应到 我们上次讲的 对过去经常做的事情的 一种回忆 以前经常是这样子的 就是 在默默无闻当中呢 领导就会认可属下 然后把它提拔上来 对吧 以前一直是这样子的 だが 但是啊 現在では そのようなことを 期待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一个可能太的 否定的句子 現在では 这个では同样 用来表示范围 那么在现在呢 そのようなことを 期待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我们就没有办法 期待那样的事情了 期待默默无闻当中呢 领导还会来 认可我提拔我 这个事情就不能期待了 自分から Appealしなければ 誰も認めてくれない 何々なければ 我们知道是 否定的假定表现 如果不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不怎么样呢 自分からAppealしなければ 如果不 自己去 宣传一下自己的话呢 那么 誰も認めてくれない 谁 都是不会来认可你的 对吧 下面 誰かが 見てくれていて 引き上げてくれるだろう と期待するのは 甘えでしかない 这里 这里 还有一个句型 是我们在上节课讲过的 名词加上 でしかない 这个形式 大家还记得 这个句型 表示什么意思吗 很多人可能记得 它表示 只不过是 这个东西 一种程度低的 一种表现 对吧 所以 何々のは 甘えですかない 这个の 它是形式体验 の的用法 在这里呢 把前面 全都变成名字 辞性 放在了 我案子前 在这里代表 一件事情 对吧 这个事情啊 只不过是一种 撒娇而已 什么事情 只不过是用撒娇呢 就是 誰かが見てくれていて 手いてしている 的一个中盾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 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下 有一个人啊 一直看着我 一直观察着我 然后呢 引き上げてくれる だろう 他有一天 他一直看着我嘛 看着我努力 所以有一天呢 他会把我提拔上去的吧 と期待する 非常期待 这件事情 的这件事情呢 只不过是一种 撒娇而已 そもそも 人のことを じっくり見る余裕を 現代の人々は なくしている そもそも 这个父子在这里表示 本来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 前面说 期待别人 看着我 其实把我 只不过是一种撒娇而已 此话怎讲呢 因为 从根本上来说 现代人怎么样呢 大家会发现 这里有几个地方 一个是 人のことを じっくり見る 大家可以括号括起来 然后一个箭头 指向后面的 よゆ 然后大家再观察一下 这个よゆ 后面根本是 编语的 お 对吧 那么 お 是对应到 哪个动词呢 就对应到 整个句子 位语的 なくしている なくす 是我们在词汇部份 曾经讲过的 就是 遗失 丢失的意思 它是一个 他动词 所以遗失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要说的是 何々をなくす 这个形式 那么 所以 何々 余裕をなくしている 这样的一种 余裕 我们已经遗失了 那么 怎样的 余裕 遗失了呢 就是 人のことを じっくり見る 余裕をなくしている 我们 好好的 来看 看着别人 来观察别人 这样的余裕呢 现在已经没有了 谁没有了 我在这儿呢 現代人 已经 没有这样的一种 余裕了 这个含义 下面 だったら 那么 既然现代人 已经没有这样的余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 自分から自慢するしかない ではないか 动词远しにゃしかない 还是表示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这么做了 ではないか 反问 难道不是吗 是的 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 难道不是 只能 自己来 夸自己 只能自夸了吗 自慢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自分の力を アピールできる 这里有一个句型 是我们在之前的 科文当中 曾经学过的 によって 这个形式 那么 当时我们想过 によって的用法 也很多 那 不管哪个用法的话 它接续是不改变的 通过 自夸 这个事情呢 是可以来宣传一下 自己的力量的 下面 仕事が与らえる 然后呢 你通过自夸 你还会被给予 工作 それをしっかりこなすことで 認められる 这里 首先有个动词 是 こなす 我们在之前讲过 就是熟练的掌握 ことで 这个句型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当中 也学习过 こと 说事情 事情 事情 事件 言 变名词 で 表示 方式 方法 所以 それをしっかりこなすことで 通过你熟练掌握 自满 也就是 驕傲 自夸 这个事情呢 に みとめられる 被动态 会被人格 つまり つまり表示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呢 じま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自分の力を 認め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 这里又有一个 によって 这个句型 那么很多人可能发现 这个によって 和刚才这个によって 一样 也是表示 方式 方法 手段 所以 也就是说 じま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通过你 自夸 炫耀 这个事情呢 自分の力を 認め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 可以做到 让 别人来 认可 你的能力 这件事情 好 三言 持っている能力を 眠らせておくのは 本人にとって だけでなく 会社にとっても 社会全体にとっても 損失だ 这里有几个地方 怎样的能力 那句话说 就是让它 不发挥任何作用 对吧 而这里 ておく 表现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 ておく 是我们初期学过的 不助動詞之一 它除了有 事先做好 什么准备 这个含买意之外呢 ておく ておく たけ 他还可以表示 保持前向状态不变 所以这里呢 其实不能把它理解为 事先做好什么准备 只能说保持这种状态不变 对吧 能力を眠らせておく 就是保持让你有的能力 一直处在这个睡觉的状态下不变 这个事情啊 不仅仅是对本人 包括了对公司 甚至是对社会整体 都是一种损失的 都是一种损失 好 下面 自慢したくても 我慢して憂鬱になったり 上手に自慢して 出世していく人 見て 忍耐たりするよりも しっかりと自分を アピールする方が どれほど 社会のために 好ましいことか 这里 有几个句子 我先来回忆一下 一个是 よりも 動詞原型的よりも 就是表示 与其做前向这个动作 还不如做后向这个动作 会更加的合适一点 对吧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这整个一句话的 最后的ことか 也是我们在 上一次课最后讲的 表示感叹的句型 多么的怎么怎么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 给这个叫做 点起来 那么我们就以よりも 为一个分界点 首先看前面 怎么样呢 一个是 自慢したくても 你很想自慢 你很想自夸 却怎么样呢 却我慢して 却忍下来了 于是呢 憂鬱になったり 他里还顺利表示 是不完全列举 对吧 于是你就变得 非常的忧郁 你想自夸 却忍了 忍了之后 你就变得忧郁了 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呢 上一次性能自慢して 出世していく人 上次に自慢して 出世していく 可以作为 后面这个 人的一个小定语 怎样的人 很会自夸 然后呢 出世していく 出世是出人头地嘛 但行き还是 表示这个动作 是不断地做下去 对吧 很会自夸 然后呢 不断地出人头地的 这个人 我很嫉妒 那个自夸之后 出人头地的人 与其你变忧郁 与其你去嫉妒别人吧 还不如怎么样 还不如 还不如 你是好好的 宣传一下 夸一下自己 这件事情 这个 这个 你好好自夸 自己这个事情 它对于 整个社会来说 都是多么好的 一件事情啊 这样的含义 好 那么第11课的课文讲解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一节课 我们将进入 第11课绘画的学习